- 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- 嗨,大家好,我是爱尔文 - 我是吴依 - 你刚刚诗是吃掉了是不是? - 我在学唱腔 - 认真讲话啦 - 好啦,我是吴依 - 欢迎回到我们第30集的podcast - 大家星期一早安 - 早 - 你不觉得每一次我们这样在弄那个slogan的时候 - 然后把那个冰拿铁从层次分明 - 然后把它搅拌成一杯均匀的冰拿铁 - 就很有成就感 - 很疗愈啊 - 很疗愈 - 这是喝拿铁最大的快乐吗 - 对,然后有一次啊 - 因为吴依他会去看马买那个咖啡嘛 - 然后就有一次那个店员可能是新来了 - 然后他就不知道 - 然后他就泡完拿铁之后 - 要拿给午夜的时候 - 他就把他倒过来 - 就先把他转了 - 还在电话里面会跟我讲说 - 气死我了 - 自以为贴心 - 对 - 还就说气死我了 - 那个人竟然帮我把那个拿铁给我 - 给我绞掉了 - 对啊,原本想当个奥客说 - 诶,可以帮我重做一杯吗 - 这样真的是太奥客了 - 没有啦,当然是没有这样做啦 - OK好,今天先来跟大家谢罪一下 -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- 造成大家不少的困扰 - 有吗,还好吧 - 有很多私讯跟留言你没看到吗 - 哦,私讯你没有看到 - IG吧 - IG的私讯 - 对啊,我没看到 - 对,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在 - 我们的其他的影片下面留言讲说 - 这个礼拜太郁闷了 - 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了 - 还以为我们吵架了 - 哦,因为我们主频道没有影片 - 子频道也没有影片 - 然后也没有podcast - 对啊 - 没有啦,我们如果真的吵架的话 - 应该工作还是会做 - 对啊,我们常常吵完架 - 还是继续入围 - 对,只是大家没有发现而已 - 可是我们吵架应该有一部分 - 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- 就是我们通常吵架不会超过一天 - 比较少啦 - 很少啦,通常就是 - 可能半天之内就要把它解决掉这样子 - 就要把话讲开来 - 没有啊,你就会 - 脾气很硬啊 - 我不止脾气硬 - 头很硬吗 - 哪里的头 - 手指头 - 靠北 - 好啦,其实上个礼拜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- 就是希望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- 然后把事情把它想清楚 - 因为思绪开始有点混乱了 - 就是在生活当中感觉有很多东西要去做 - 然后也不知道说要怎么走下去 - 所以我希望说先把脚步放慢一下 - 然后思考一下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 -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它解决掉 -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跟工作 - 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混在一起的 - 虽然说已经混了两年了 - 但是最近可能 - 就是又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心态的改变 - 然后又觉得就是 - 整个生活一直都在工作 - 上礼拜发片太密集了吧 - 其实我们自从001的加入之后 - 我们发片的速度就是比较密集蛮多的 - 对 但是好像也没有问过艾草们 - 就是你们是不是希望看到这么多的影片 - 还是觉得也还好不用发那么多没关系 - 因为通常一到五你是在上班嘛 - 啊礼拜六我们也要录 - 还有废片 - 对还有废片 - 我们通常我们的子频道上面的影片 - 都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- 在这两天的生活当中 - 然后去录制子频道的影片 - 哦没有啊 - 礼拜六的生活记录通常也是周末的时候录的 - 对有时候也是啦 - 特别是今年啦 - 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在主频道上面的主周 - 就是主频道上面的旅游的影片 - 或者是星期六的影片 - 通常会是一些旅游的影片 - 或者是出国的影片 - 但今年特别就是特别在 - 很难旅游也不能出国 - 所以2020年真的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年 - 然后在今年 - 就是7月16号开始001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- 那他在工作的时候 - 我又不能够偷懒 - 不行吗 - 不太好吧 - 所以001礼拜一到礼拜五 - 就早上六点钟到下午 - 早上九点钟 - 早上六点钟上班 - 太早了吧 - 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六点钟 - 就是他上班的时间 - 那他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工作 - 那他离开之后 - 然后我还是继续的工作 - 了不起就是我可能出去跟你去吃个晚餐 - 然后回来我就继续的工作 - 可能要检视他今天所剪的影片 - 怎么样啊 - 或者稍微做一些调整 - 然后又安排他隔天的工作内容 - 这些东西 -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 - 他下班你就跟着下班吗 - 很难啦老实说 - 那真的太难了 - 你肯不肯的问题而已吧 - 就是 - 好啦 - 所以我想说先休息一下下 - 然后思考一下该怎么做 - 可以平衡一下生活跟工作这个方面 - 因为我觉得可以平衡起来 - 才可以走得更长远 - 你知道身为一个创作者 - 你如果没有一些时间 - 去静下心来 - 去思考你其实要做的东西 - 或者你要做的影片 - 那你就是一直的重复一直在做 - 固定的东西下去 - 你会很容易倦怠 -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 - 对 然后就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 - 其实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去静下心来 - 然后去好好的规划一下 - 接下来影片要怎么走 - 或者是要做什么东西 - 因为我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任性的创作者 - 所以接下来要往怎么走 - 不要问那么多 - 继续看下去就对了 - 谁叫你问的 - 脚本有叫你问吗 - 没你都说了 - 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任性的创作者 - 我们通常不太会去迎合大家的口味 - 要去做什么大家想要看的影片 - 我通常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东西 - 我们就做什么东西 - 生活上面有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- 因为它比较偏向于生活记录嘛 - 或者是有些人他很厉害 - 他们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- 他们很会抓 - 比如说最近流行的关键字 - 然后去做相关的主题 - 然后就是很容易catch到最近 - 社会实施上面的一些重点啊什么 - 偏偏我们就是不碰政治啊 - 你看现在脸书上面的文章 - 或到处的创作者类型 - 政治类型有多行 - 也不一定要碰政治啦 - 但是podcast有可能政治会比较好聊 - 可是生活记录的话我觉得不用啦 - 对啊 - 所以我们的频道就从头到头 - 我们就坚决不碰政治 - 所以我们这三年以来 - 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跟大家聊过政治 - 对这也是我们频道里面 - 一直以来的方向 - 对那我就是一个想改变风格 - 就改变风格 - 我想要换不一样的片尾曲 - 我想换不一样的字卡我就换 - 你有发现我们最近YouTube的那个频道的页面 - 换成Season 3了吗 - 还真的没有耶 - 你真的是很不OK - 什么时候换的啊 - 我记得是礼拜四晚上的时候 - 我就突然想到 - 我就跟001讨论了一下 - 我们要换什么风格 - 怎么去设计 - 也才刚换几天而已 - 我怎么会知道 - 你应该是要每天上去看的人啊 - 我会每天上去啊 - 但是我不会去看到那个啊 - 然后就已经有一位艾草传讯息来讲 - 他在留言上面 - 就是有写说 - 看到你换成Season 3了 - 对 - 我们不会一次过就是一个断点这样子 - 把所有的东西就马上换到Season 3上面去 - 而是一步一步来 - 就是Season 2到Season 3 - 就第二季到第三季 - 它会有一点点的转捏点 - 就是一个转换期啦 - 第二季跟第三季的不同在哪里 - 大家自己去感受 - 我只会说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影片要坚持的质感 - 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变的 - 很好 - 这很重要啊 - 对啊 - 而且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搞死自己而已 - 你看 - 其实录报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- 你知道吗 - 就录影机跟麦封架一架就可以直接录了 - 没有很简单啊 - 哪有简单 - 我是说我就把它搞得很复杂 - 又要录影啊 - 然后要打灯啊 - 然后要剪影像版啊 - 就是那其他人做报告 - 还要写稿啊 - 对很多人 - 其他人也会写稿吗 - 多少会啦 - 有啦 - 看类型看类型 - 有些人是不写稿的 - 有些人就是会写稿 - 有些人是写重点式的 - 有些人是写主制稿的 - 每个人的创作方式不一样 - 那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平常来宾式的那一种 - 来宾式的你通常只要列出大纲就好 - 因为来宾会跟你共同一起创作这一季的podcast - 那你也可以找来宾啊 - 我没有朋友 - 来宾不是朋友 - 是这样讲的吗 - 你来宾至少你也要认识 - 或者是稍微有一丁点的熟悉感 - 因为我们不是访谈式的 - 对啊 - 你要找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来 - 你知道我也很讨厌跟人家尬聊 - 可是你蛮会的欸 - 我哪有 - 会欸 - 你很厉害 - 我偶尔可以social一下 - 但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social下去 - 你可以开启那个交计划模式 - 那个已经封锁在十年前了 - 对 - 然后我自己里面有时候脑子里面也会想说 - 就是我们礼拜一的是我们两个人的podcast - 那有影像版的 - 有时候我会想说 - 平日是不是也要来一集 - 就是我自己录的一集 - 我知道你没有时间 - 我知道你会犯毛白眼 - 对就是我常常会把事情讲得很复杂 - 做很多的事情 - 然后又想维持质感 - 所以就会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- 但其实很多事情 - 是可以很简单的做的 - 只是我不想这样做 - 反正没有什么事情就是 - 过不去的 - 听起来也还好 - 就只是你生活形态在改变 - 你去找生活的平衡点而已 - 对就是如果大家开始觉得说 - 最近生活有点烦躁或者什么的时候 - 就建议大家可以把脚步稍微放慢一下 - 因为我觉得需要放慢一下脚步 -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- 去检视一下过去做的事情 - 这样子才有办法再继续的往前走 - 或者是走出更漂亮的步伐 - 但是不要放太慢 - 我很慢吗 - 我也很慢吗 - 我应该还好吧 - 还好啦休息一个礼拜而已 - 对啊 - 不过我觉得要忧郁的时候也要选对时间 - 我就算选在9月份的时候忧郁 - 实在是太好了 - 诶 - 这样子我忧郁你也会很痛苦好不好 - 可是 - 你这次忧郁还好啊 - 我没有特别感觉 - 我没有忧郁啦 - 我感觉还好吧 - 有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忧郁 - 他之前忧郁真的很可怕 - 所以这次真的还好 - 对我这次只是想说休息一下 - 其实我还是在工作 - 不可能这一个礼拜来就不工作嘛 - 还是有在工作 - 只是说 周末我们也还都是有出去玩出去走走啊 - 所以应该是还好啦 - 对因为已经步入了9月份了 - 你们知道9月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月份 - 我刚才还以为你要说 - 因为已经步入了中年了 - 我等下就一巴成一巴 - 就讲话给我小心一点 - 因为9月份呢 - 通常是五一工作的旺季 -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- 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 - 就是一直加班 - 对9月份 - 开会加班 - 五一就会疯狂的加班 - 疯狂的开会 - 那就刚好最近又 - 之前就是要我爸车祸官司的事情吧 - 对 - 对 - 然后还有我在整理家里 - 因为家里要转潢 - 所以要 - 所以他今年特别的忙 - 要好多事情 - 因为他家里要整理的东西非常的多 - 对 - 又要规划艾文9月的旅行 - 这是必须要有的 - 所以就好多事集在一起 - 对 - 因为整个9月份都是我的生日 - 都是我艾尔文的生日 - 没有只有后面两个礼拜 - 没有是一整个月 - 你如果要给我规定后面两个礼拜的话 - 那你的生日就会只剩一个礼拜 - 我跟你讲 - 你生日其实在我生日之后 - 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今天讲的话 - 好啦好啦好啦 - 我今年过的是31岁的生日 - 在我这31次的生日当中 - 有两次有苏惠伦的参与 - 怎么那么幸福啊 - 因为没有什么人在12月开演唱会啊 - 也是有啦 - 跨年演唱会那些 - 有有有有有 - 像蔡依林啊 - 五月田啊 - 只是票很难买而已 - 对 - 那这一次我们是在礼拜六的时候 - 去北流 - 全名叫做台北流星音乐中心 - 去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- 因为北流就是一个新的景点 - 新开的地方 - 上礼拜是开幕演唱会 - 继北流的开幕演唱会之后 - 第一位在那边办个人售票演唱会的就是他 - 三十周年 - 生命之花 - 苏惠伦的演唱会 - 对 非常的精彩 - 对啊 - 真的很好看 - 我就觉得 - 今年又有他的陪伴 - 上一次是那个2016年的时候 - 四年前 - 这么久以前吗 - 对啊 - 已经过了四年了 - 就是给你的生日惊喜嘛 - 对对对对对 - 上一次他是在我 - 正正生日当天9月25号 - 半演唱会 - 那天超累的 - 因为我们要 - 从北海岸赶回来 - 对 - 那我原本以为说 - 北海岸回来之后就结束了 - 结果他讲说 - 晚上还有一个行程 - 就是一个惊喜 - 幸云那个惊喜是苏惠伦 - 就至少是我喜欢的歌手 -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喜欢他 - 因为他出道其实也蛮久了 - 你知道他哪一年出道的吗 - 三十周年 - 你可以让他回头算 - 一九九 - 你数学有这么差吗 - 一九九九年吗 - 诶不止吧 - 一九 - 三十年 - 一九八九 - 二十减到三十 - 现在是二十 - 现在是2020年 - 我又跟那个民国搞混 - 他出道的年份是 - 一九九零 - 对 - 一九九零年 - 是我一岁的时候 - 一岁 - 他不到一岁 - 因为他是三月份 - 所以我出生半年 - 他就出道了 - 对啊 - 所以我那时候很压意 - 你怎么会知道他 - 没有啊 因为他红蛮久的啊 - 就在我国小的时候 - 还有那些 - Lemon Tree啊 - 牙齿啊 - 傻瓜啊 - 被动啊 - 广色月亮啊 -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听的时候 - 也看到 - 年龄层普遍都还蛮大的 - 他自己看前面的时候 - 结果开玩笑不是吗 - 他说来现场 - 有没有三十岁以上的 - 他说不用举手 - 对对对 - 他说有没有四十岁以上的 - 他说有没有 - 让自己继续在网上夹的 - 像我旁边坐的那个 - 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来 - 他小孩差不多国中了 - 对啊 - 所以我们这一次看的 - 就是北流这个地方的 - 第一场个人售票的演唱会 - 它是一个新的地方 - 新的景点 - 而且我真的觉得 - 它很有可能会成为 - 台北新的地标 - 嗯 - 它的建筑 - 蛮有特色的 - 也很漂亮 - 对 - 它是一个像 - 一个山脉这样子的形状 - 你说从上面看下来吗 - 你其实从下面 - 看也看得出来 - 下面看我觉得 - 比较没有那么像 - 如果你没有先讲的话 - 你觉得它很像皇冠对不对 - 对我觉得很像皇冠 - 然后它在晚上的时候 - 会打灯非常的漂亮 - 嗯 - 因为它基本上在那一边 - 它的旁边就是那个南港站了嘛 - 就是高铁啊 - 火车站啊 - 然后还有CityLink也在那一边 - 所以它其实就像一个 - 一个园区一样 - 然后它有分几个馆 - 那我们看的那个叫做表演厅 - 表演厅就是 - 算是那一边最大的 - 可以容纳六千个人的座位 - 那其他的就是 - 它还有什么南基地 - 那个目前还不知道 - 不知道开了没 - 我们那天也还没去逛到 - 对 然后还有文化馆 - 那文化馆它就是一个 - 一千六百人的life house - 嗯 - 对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 - 再去那里看更多的演唱会 - 它就是你知道有点像 - 就是台北的流行音乐 - 复兴起来 -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 - 你讲到中文的流行音乐 - 你就会讲到台湾 - 嗯台湾那时候 - 音乐还真的是 - 指标性 - 对啊 - 你想看那时候的 - 你随便讲滚石好了 - 里面就多少人 - 哦对啊 - 所以以后 - 在台北听演唱会的地方 - 就除了最大型的小巨蛋之外 - 因为小巨蛋还是有它 - 没有办法取代的地方 - 因为它还是目前在台北看演唱会 - 就是可以容纳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- 它大概可以容纳一万五千个人 - 容纳那么多吗 - 我知道一万以上啦 - 一万以上 - 一万五千人左右 - 对 - 大概啦左右啦 - 当然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 - 但大概是一万五千人左右 - 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大型的演唱会 - 会在那边办 - 空间比较大 - 所以它的变化应该也比较多元 - 你说小巨蛋吗 - 对啊 - 对啊 - 因为小巨蛋就是你要自己去搭建舞台 - 所以舞台你要怎么设计 - 你可以自己去设计 - 哦 - 对啊 - 你看像比如说 - 以前我们看那个Coco的演唱会的时候 - 它可以在中间半场的迎控台那边做升降 - 这样子二次升起来 - 这些东西就是感觉上似乎在北流比较难办得到 - 因为北流的舞台感觉它就已经是在前面的 - 固定的 - 对 - 但是它还是 - 这样也有好也有坏啦 - 我觉得我们因为现在只看一场 - 我们要再看多几场 - 看其他的单位或者是其他的演唱会的规划者 - 他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做什么样的变化 - 才能够再下一个定论 - 但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因为 - 小巨蛋它的场地真的很大 - 然后它可以做很多 - 比如说中间不是Eason的演唱会 - 中间不是可以做空桥那些吗 - 啊张学友就是环绕舞台 - 对还有那个苏打绿 - 它们也是原型舞台 - 就是它可以做一个360度这样子的观众群 - 这些就是在北流这边比较没有办到的 - 但撇除这些北流还是一个非常棒的场地啦 - 对 - 然后小巨蛋的话就是阿妹没有办法在那边唱三天三夜 - 怨念很大 - 对啊怨念很大 - 你想看你如果叫 - 就是它一定要唱三天三夜的话 - 它只能去北流 - 你看阿妹在小巨蛋开10机场的演唱会 - 你要在北流要开20机场是不是 - 而且北流2、3楼到底可不可以站起来 - 这个还不知道耶 - 对啊因为我们那天还是没有站起来 - 那天2、3楼的人没有站 - 但是1楼人有站 - 对因为周围的人 - 年龄层都比较大一点 - 所以大家都很冷静 - 你到底要得罪多少人 - 我没有要得罪啦 - 就是大家都没有站起来啊 - 所以也不太好意思 - 不知道为什么 - 对所以小巨蛋就是最大型的演唱会 - 那再接下来就是到现在的北流了 - 北流就是6000个人左右嘛 - 它就是提供了艺人朋友们 - 更多的展示的方式 - 而且它是一个很正式为演唱会而规划出来的一个地方 - 不管是它的音响 - 它的座位 - 你知道它里面其实我们那天听音响非常非常的好 - 嗯 - 真的很棒 - 而且座位也非常舒服 - 对它的座位呢就是 - 比小巨蛋舒服 - 因为小巨蛋是硬的椅子啦 - 但是TICC就是国际会议中心 - 它可以容纳的人数是3100多 - 我们之前听米西亚的时候 - 就是在国际会议中心听的嘛 - 嗯对 - 但是它不是一个专门为演唱会而设计的地方 - 你说TICC吗 - 对 - 所以它的亲近感没有像北流这么的亲近 - 北流你知道我们做二楼的最后倒数第二排 - 我们都感觉其实跟舞台其实离蛮近的 - 对 - 对 - 对你可以直接看得到艺人 - 就是在前面不会到小到很小这样子 - 但是TICC的话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长的 - 嗯我们之前票价也是中价位嘛 - 但是就觉得还离蛮远的 - 对 - 就是它的座位其实是拉到很长很高的 - 但是它的椅子会更舒服一点 - 它的椅子比较像电影院的椅子 - 对 - 对那其他的比较小心一点的地方 - 比如说像Legacy我们也蛮常去的 - 对 - 那个喜的容纳人数大概是一千两百人左右 - 它就是办小型演唱会的这种 - 而且是站位居多啦 - 它都是站的对 - 可是我们之前苏惠伦第一场也是在那边啊 - 而且是坐着的 - 对它前面有规划几排可以坐的 - 所以苏惠伦、蔡建雅、小S - 我们都是在那边听的 - 但是我真的觉得Legacy的影响 - 我每次听每次觉得糟 - 就是 - 它是自己嫁的吗 - 还是它本身那边附的 - 我也不知道耶 -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- 对 - 所以你想看中小星呢 - 因为在北流那一边的话 - 它们其实除了那个六千人的表演厅之外 -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文化馆嘛 - 一个life house有一千六百人的 - 另外还有两百人两百人的这种厅 - 所以它会给很多更多新人歌手表演的舞台就对了 - 对 - 就是不管你是很大红大纸的歌手 - 还是你是比较偏向于小众型的歌手 - 在那边都会有发挥的空间 - 因为你想看台北还有哪里 - 刚刚我们说TICC这个也要三千多人 - Legacy一千两百多人 - 河岸留言 - 河岸留言就大概七百人左右 - 但是我没有去过啦 - 诶我去过一次 - 感觉如何在那边听 - 你是在那边听爱雨良对不对 - 不是我是听阿妹 - 诶 - 她的阿密特的发表会 - 诶新专辑 - 怎么可能阿密特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 - 为什么你有去我没去 - 你给我解释清楚哦 - 我应该还没有去吧 - 我也忘了诶 - 你没有在那没听过阿密特啊 - 有啦 - 没有啦 - 你听别人吧 - 阿密特啦 - 不是啦 - 是啦 - 因为我记得他唱黑吃黑 - 是的话你等一下就给我解释清楚 - 等一下下麦特 - 应该不是阿密特啦 - 应该是别人 - 应该是阿妹妹啦 - 阿妹妹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还不认识 - 对啊 - 所以一定要讲一个 - 阿字的 - 还有一个地方你可能忘记了 - 哪里 - 我们在那边听刘明湘的演唱会 - 哦 - 三创园区那边 - 那个也有啊 - ATT for fun - 对 ATT的话是黄明治 - 就是阿密特的 - 就是这几个地方 - 但是没有一个是 - 真正 - 它们都是比较偏向于多功能性的啦 - 你说专门给 - 设计给流星音乐使用的 - 大概就是北流了 - 也有户外的啊 - 户外场地不在内的话 - 呃我们之前在中正纪念堂也听过啊 - 中正纪念堂倒真的就是听阿妹的 - 对啊 - 对那才是真正的阿妹 - 这个没记错人了吧 - 你以后讲话就小心一点 - 不过等一下我还是会问你 - 到底是跟谁去河南留言 - 我是听阿妹妹的啦 - 对啦 - 然后我们那一天的体验非常好的 - 还有就是我们是开车过去的 - 然后电梯一上来之后 - 马上有很多人的在现场的指引 - 然后工作态度都非常好 - 带位的指引的都非常好 - 感觉有训练过 - 对 - 然后一楼二楼在散场的时候 - 都可以直接出到户外去 - 就是它有做人流的分散 - 对 - 这点要特别提到 - 我们那天散场的时候没有觉得很拥挤 - 不会 - 完全全不会 - 六千人散场完全不会觉得拥挤 - 因为小巨蛋都是你要到一楼去在散场嘛 - 然后它的音响非常的好之外 - 它的灯光也是演唱会规格的 - 也很棒 -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 - 歌手后面那一整大片的萤幕 - 就是可以去做动画那一些的 - 这些就是在其他地方 - 可能就是用投影的方式来解决 - 但它不是 - 它是一整片的那种大型LED面板在后面 - 所以我们那一天看的时候 - 苏惠人演唱会真的觉得很棒 - 因为从头到尾 - 每一首歌曲都有设计动画在里面 - 所以你目前这样看起来 - 至少我们那一天啊 - 它目前最大的缺点 - 有可能就是舞台的变化 - 有可能 - 会比较少 - 有可能而已 - 对 - 其他你都还蛮满满意的嘛 - 对不对 - 我非常满意 -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- 我也蛮喜欢的 - 而且我们也是下午4点钟去看演唱会 - 出来之后马上可以走 - 马上可以走去旁边的那个CityLink那边 - 逛街啊吃东西 - 它那边吃饭起来蛮方便的 - 因为走去那边大概10分钟就会到了 - 对 - 你看我们以前在小剧 - 看演唱会的时候 - 我们通常 - 可能7点还是7点半的演唱会 - 我们就5-6点的时候去IKEA吃东西 - 那人就多到爆炸 - 可是那边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那么多人啊 - 因为我们那天是比较晚过去的 - 那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- 苏惠人的演唱会吧 - 太好了 - 是不是 - 就是每一首歌都很经典 - 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新的歌曲 - 或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比较没有听过的歌曲 - 但是全场听起来它都是稳稳的在那边 - 跟我4年前听的差不多 - 对其实4年前就让我们非常惊艳了 - 那时候 - 因为我对他的印象也一直是偶像歌手 - 玉女型歌手 - 对 - 所以我对他的实力其实就觉得 - 应该还好而已 - 但是我后来有想过一点 - 其实早期的歌手啊 - 要你出唱片一定都有一定的实力 - 因为那时候不能修 - 尤其20年以上的歌手 - 十年应该就可以修了 - 我不知道这个技术是什么时候出来 - 都听不到你什么时候出来 - 我不知道 - 感觉出到20年以上的应该都有基本的实力 - 然后他全场都很用心的去准备每一首歌曲 - 还有他刚刚说的动画 - 你看那个黄色月亮的 - 那个月亮多漂亮 - 对啊 - 对然后还有那个 - 那个很像龙的那个东西 - 那个灯 - 对他就是用灯光的反射那些去 - 去营造一些气氛 - 然后也有嗨歌的部分 - 一楼全部都站起来了 - 我们二楼的年龄层比较高一点点 - 所以我们还是 - 内心小悸动这样子 - 这是你得罪啊 - 然后还有一些惊喜 - 比如说他在唱那个 - 很经典的一首歌 -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- 原本这首歌曲 - 是他跟成龙合唱的嘛 - 对啊 - 所以刚开始 - 成龙一出来的时候 - 成龙没有出来 - 成龙是 - 云端 - 对他们是透过 - 云端动画 - 像隔空合唱这样子 - 这样不是动画啦 - 他们先录制好了 - 对对对 - 成龙唱的部分 - 然后在他唱到 - 要到成龙的part的时候 - 萤幕就出现成龙开始唱 - 我就觉得 - 已经有一次惊喜了 - 跨时空合唱就对了 - 对虽然说可能成龙 - 也许没有办法到现场来 - 但是有进行这样子的合唱 - 结果后来没有耶 - 后来周华健也出来 - 任贤奇也出来 - 杜德伟也出来 - 李宗正也出来 - 任贤奇出来的时候 - 我还一直跟他说 - 怎么会有罗百姬 - 因为任贤奇一出来的时候 - 它是个侧脸 - 对啊那个光打的又很奇怪 - 然后我就想 - 这个人是谁 - 这个人是谁 - 没有你是认错杜德伟 - 认错任贤奇 - 任贤奇 - 然后他就在旁边就跟我讲 - 他讲很大声 - 他讲说 - 罗百姬啦 - 没有 - 没有 - 我说是罗百姬 - 罗百姬也会唱这种歌 - 然后我就想说 - 后来越听越不对 - 没有啊应该是任贤奇 - 这笑死我 - 没有因为他侧脸啦 - 你觉得前面的人 - 也没有听到 - 应该没有吧 - 我觉得前面的人 - 应该翻了个大白眼 - 我也觉得如果被听到 - 应该很丢脸 - 超丢脸的 -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- 他最后的时候 - uncle - 他叫uncle了两次嘛 - 最后还有把他呼唤出来 - 我原本以为会有一个小遗憾 - 就是没有听到满足 - 对他有唱啊 - 轻唱 - 轻唱一下下 - 那我觉得满足那首歌很好听 - 其实基本上想听的 - 大概都有听到啦 - 欸你没有提到嘉宾欸 - 嘉宾有两位嘛 - 因为第一位我不认识啦 - 姑姑嘛 - 第一位叫姑姑 - 我今天一直念 - 姑姑 - 她说不能念姑姑 - 她说在马来西亚话 - 是很难听的意思 - 我就问她为什么很难听 - 姑姑就是懒叫啊 - 因为在马来西亚 - 对小孩子说 - 我们就会说 - 姑姑bird - 或者是姑姑叫 - bird就是鸟 - 英文的鸟嘛 - 你知道马来西亚 - 就是一个很爱混 - 混着很多语言的地方 - 叫就是福建话的鸟嘛 - 叫是鸟的意思 - 叫 - 我问你台语的鸟怎么讲 - 哦 叫啊 - 对啊 - 一样啊 - 所以就是姑姑bird - 或姑姑叫 - 所以姑姑是懒的意思 - 姑姑不是懒的意思 - 她只是 - 她是这个字联合起来 - 就变就是说懒叫的意思 - 所以姑姑就是懒的意思啊 - 不是 - 就是阴京 - 你要说姑姑是阴吗 - 哈哈 - 我还在思考 - 你不要管这个啦 - 反正马来西亚就是 - 姑姑bird - 就是她的发音的 - 姑姑 - 姑姑bird - 姑姑叫 - 就是形容男生的生殖器官 - 这样子 - 哦 - 所以姑姑 - 不能讲姑姑 - 要讲姑姑 - 对 姑姑 - 就是那边姑姑的 - 就比较不会那么粗俗 - 反而会有一点 - 美好的幻想 - 那边鼓鼓的 - 她好像也没有 - 多高级啊 -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- 魏如轩 - 轩 - 对 - 娃娃 - 魏如轩 - 还蛮好笑的 - 她讲话 - 对 - 而且她其实唱得很好听啊 - 只是她的发声方式 - 你没有那么喜欢而已 - 她没有说她唱不好 - 只是她个人 - 不喜欢而已 - 我没有很欣赏 - 那个柯仪的唱强啦 - 对啊 - 但是我是觉得还蛮好听的 - 我是觉得她人很好笑 - 她主持那个金曲奖的时候 - 应该也会蛮好笑的 - 她就是一个蛮搞笑的人 - 然后我这一次演唱会我才知道 - 苏惠伦也讲话也蛮好笑的 - 她出来uncle的时候 - 她就讲说 - 啊你们就是差不多是时间了啦 - 因为她是日子零开嘛 - 唱了三个小时七点钟 - 然后大家就不想走 - 继续uncle - 然后她讲说 - 啊我也不可能 - 我也不能骗你们啊 - 说要罚款 - 要罚款 - 啊就没有啊 - 因为才七点而已 - 因为小巨蛋有罚款嘛 - 因为唱多晚之后就罚款 - 她说就没有啊这边 - 她讲话这还蛮幽默的 - 对 - 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末呢 - 的这些行程 - 我们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- 成为我们的Vlog - 在我们的主频道 - 跟子频道上面来去发布 - 那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- 就是我们去年的生日 - 就是9月25号当天 - 有跟艾草们一起直播度过嘛 - 就是一个形式啦 - 我觉得就是艾草对我来说 -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群 - 所以我觉得生日的时候 - 可以跟他们一起过 - 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- 但是今年因为9月25号 - 晚上我们要去看 - 低调爱草送给我们演唱会门票 - 黑比 - 对 然后隔三天呢 - 就是隔天26号开始 - 我也安排了 - 三天两夜的工作的行程 -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那几天直播 - 那我们就会提前直播 - 但是这个直播不是要 - 大家寄礼物来 - 纯粹就是觉得跟大家 - 一起过生日就好了 - 大家一样就写手写信来就好了 - 嗯 - 哪一天啊 - 就是我们会在9月23号星期三 - 晚上9点钟 - 生日的前两天就对了 - 对前两天啊 - 我觉得前两天比较好一点 - 然后晚上来跟大家一起直播 - 然后我现在目前已经收到了一些的信件 - 然后还有一些些的包裹 - 那也会在那个时候 - 一起来打开 - 然后跟大家分享 - 就一起来过生日吧 - 就像我们的传统一样 - 我们就是每年的过年 - 也都会直播 - 然后每年的生日也会直播 - 就让它变成我们频道的传统吧 - 哦 - 还想要写信来的话 - 欢迎写信过来 - 就是亲爱的爱尔文时间19点0 - 直播生日特期 - 那机器引擎记得 - 23599综合一安邮局第一期一号信箱 - 我相信大家一定记不住 - 但是老爱草们都知道要去哪里找了 - 哪里啊 - 我们每一个影片的叙述栏位里面 - 都可以找得到这个中文版跟英文版的地址 -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写信来的话 - 或者是你是近期才加入爱草的行李的话 - 欢迎你来告诉我们说 - 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频道的 - 或者是你喜欢我们频道什么 - 或者是你是怎么认识我们的 - 因为你们的每一封的手写信 - 都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- 好 - 那国会记得爱草们 - 应该不用说什么了 - 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自己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- 那不要写太长哦 - 因为你们知道我有那个阅读障碍 - 而且- 大概半张A4纸就差不多了啦 - 半张A4纸也很多耶 - 就是适可而止 - 有人这样讲的话叫你要写信不要写太长 - 不要写两三页的A4纸 - 我又阅读障碍 - 说明人家真的有很多话想说啊 - 可以分几次 - 我们可以亲爱的爱草们的时间 - 20.0 21.0 22.0 - 慢慢的一次一次来分享 - 好那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边 -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一 - 请大家上班继续加油 - 加油 - 爱听 - 拜拜 - 有了五一的欢听 - 大家上班应该会更开心一点 - 大家都说上个礼拜没有欢听 - 可我自己都欢听不起来 - 要一直加班就觉得很累 - 好啦 - 9月份五一很难帮大家欢听 - 所以我要帮大家三倍的欢听 - 欢听欢听欢听 - 我好想揍你啊 - 好啦拜拜 -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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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优优畅 - pessim大 - 疯 - booklet